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蔡正元大骂咱们卢沙野 很多人让我谈一谈 我确实看了一些 台湾现在流量确实是很会玩 抢的全是大陆的老百姓的流量 咱们也没有太多不满 但是我看 现在是我讲过 一定会妖魔鬼怪现身的 现身了吧 但我看了一下 那几位台湾的比较有名的 有头有脸的教授 有头有脸的这些 所谓的爱国人士 合同派 包括反台独的 但是我讲过一句话 可能大家忘了 李敖讲的 台湾人很笨 真是笨 现在他们能说出这种话来 也恰恰证明了 确实李敖说的没错 他到现在没看明白 这事到底人家卢 到底讲这话是什么意思 人家讲是叛乱 同时要完成内战 内战他还没明白 内战中国内战 确实台湾人笨在哪呢 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内战 中国内战到底为什么 就是我们要继续完成 我们没完成的解放战争 解放什么 解放人民 所以他到现在没明白 卢沙爷讲这话是干什么 我是不是比他们多一个维度 高一层吗 所以看咱们频道的节目 这个频道的观众 肯定要比台湾那些所谓的教授 所谓的那些 我觉得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咱们要比他们的思维实际更高的 卢沙爷讲 中国内战没有完全完成 中国内战打的是什么 你去问蔡正元他能讲明白 一个台湾人他没参加过他讲什么 台湾人需要补课 那个时候内战的时候 国民党内战的时候台湾干什么 台湾正在从一个日本手里边殖民地正在 刚回来 刚杀完中国人 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台湾人 那不叫台湾人 那叫日本人 自称日本人 那时候估计赶紧烧自己和服那 那帮人 你说他怎么能知道自己 中华民族在干什么 中华民族在什么 在土改 土地改革 换句话是我今天点题了 直接告诉大家 中国卢沙也讲的话 就是未来统一台湾之后 一定要土改 说不定那么高一个维度 不是你蔡正元在那儿骂有用 骂有用他妈的 俩电视康康对骂一般事 骂没用 你得像咱们一样 得把这个思维往上提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蔡正元 看不看咱们节目 但是我看 现在这帮台湾人 确实搞流量牛逼 咱们流量也不人家 但是咱设计比他高 咱们就是你呀 咱们在高处看他们 他没明白 人家讲这话 还不赶紧明白明白 看看咱们频道 我看很多人就看咱们频道 然后偷一些概念 然后咔咔就在自己频道 逼逼逼 很多给咱作证 这都是咱原创 实际什么呢 实际真正的 卢沙爷讲这话 就告诉你我们完成内战 就是继续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完成我们的解放人民 解放广大人民群众 广大人民群众为什么 是反帝反封建 这个事一定要干 台湾完成了 没有完成了 台湾是被好几座大山 一直压着普通老百姓 一会再仔细谈 咱们看这个 哎呀 这个 真是有流量 蔡正元有流量 但是他把这个流量 实际忽悠大陆老百姓 大陆那几个老百姓 是吧 愿意看他们 这个台湾人在这讲 你看大陆人讲不行 台湾人讲有意思 是吧 台湾人骂台湾人有意思 就是猎奇嘛 但他没 就是说这个 他没明白 这里边底层逻辑 说白了 再上一个围都不行了 结果人家卢沙爷来一句话 说白了叛乱分子 他为什么挤啊 你可以想想 他为什么挤 叛乱政权在民进党身上 没问题 国民党这个蔡正元为什么急 你想想他为什么急 他肯定点他了 他自己当然明白了 尤其是现在内外局势 蔡正元批卢大使 我觉得不意外 因为蔡正元是国民党传统人物 他是那种八十年代国民党 八九十年代风光时候 他正当年 那个时候台湾把自己当成中国 一个叫歌姬重权 你看那个时代 说白了中国大陆 是吧 等于是承认你在台湾的治权 国民党在台湾治权 换句话说 不管国民党还是民党 你在台湾治权我承认 现在卢沙爷讲完这句话 就不承认了 就是那个时候呢 这个整个国民党 有一个什么反共大陆 就是想要继承 中国法统 这么一个幻想 卢沙爷讲这句话 就是你没戏了 比如说你在中国再搞一个国民党 然后再搞全民选举 可能人家再选你 蔡正元上去统治中国 你能理解他们怎么想的吧 他们想的是 有一天中国开放竞选 然后呢 这帮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在选举 他们是这么幻想的 现在没了 没了 咱们卢沙爷讲完这句话就没了 你是叛论政权了 说白了 这是薅的根 就是他未来在中国大陆选举这事 就不可能了 等于是他现在干的 所有的一切都白干了 你说你现在在这 在这做个节目 对吧 或大陆老百姓干什么 就是未来选举选他呀 选财政员上去 大陆让你选吗 可能选你吗 没戏了 他当然急了 全台湾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有希望的角色 他们想的是有一天 我们台湾人 靠我们台湾人的聪明才智 我们一顶十一顶柏 上大陆去忽悠大陆老百姓 然后呢 以前是忽悠中国老百姓 钱 现在是忽悠老百姓 这个政权 是吧 他们认为自己 还能干这个 就是台湾把自己当成一个与中国对等的政权 这个对等本身就是一个自大 本身就是个自大 实际台都更走一步 就是他想要继承中国法总都不继承了 我们不搭理你 还需要心想 吃屎 我他妈也 我觉得够low的 需要心 国民党都已经不装了吗 咱们讲 各民一妖魔鬼都出了吗 吃屎的妖魔鬼还出来了吗 我是第一个提前告诉大家结果了吧 我说各种妖魔鬼一定会出来 怎么样 那是死刑判决出来以后 死刑意见出来以后 怎么样 估计这几位啊 每天睡觉的时候都想想 自己会不会判死刑 或者蹲牢 那些够连外不实力嘛 你说哪有一个不够连外不实力的 他们合着就想 你看他不搭理你 他跟台湾的那个部长 军方头子 军方头子在那偷的乐 这家全替我说了 他就借着这个对话 实际骂大共 骂中共 我觉得很多大陆网民 就没有必要再看他节目了 实际咱们早就讲了 千万不能相信他们 哎呀 又知道吧 又知道吧 聊都告诉你了 台湾人笨 你怎么还能相信他聪明呢 哎 聊着老乡 我老乡 东北人 黑龙江人 那你看 这里边逻辑在哪呢 就是整个台湾还在幻想自己未来 或者是自己 实际就把自己当成一个聪明的 实际个傻瓜 但是他想着自己是个聪明人 然后呢 可以比如说回大陆 我可以什么继承中国大陆的法统 五国民那还是 现在中国这话已经告诉你没戏了 彻底没戏了 你上大陆再选举不可能了 你想重新执政不可能了 既然形势变化 大陆应对措辞 必然变化 就是你民进党那块 连我大陆法统都不要了 就直接独立完事了 人家要的热 叛乱政权在民进党这贴切 但是国民党 尤其是认同一个中国这些国民党 传统的国民党人 尤其是像蔡正元这样 他不适应 他肯定不适应 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干的事 是一个叛了政权干的事 搁谁谁受了 但是他为什么不想想呢 不想想呢 就是他为什么在 坚信国民党这个政权 他没想过这政权有问题吗 当年为什么被大陆人轰走 现在人家卢沙也告诉你了 看咱们频道咱们告诉你 为什么当年国民党被大陆人轰火 参议员理解吗 不理解 为什么 他不研究中国大陆的解放人生 为什么大陆老百姓 推着小轮车 要支援前线呢 为什么 想想为什么 大陆老百姓被这三座大山压的 是吧 地不是自己的 得给人交租 最后他妈的卖人卖女 被什么地主给破坏 破坏 你看那个白毛女 蔡仁然刚看了白毛女 我觉得整个台湾必须全看一遍白毛女 看看当年中国被这帮国民党破坏了 这帮国民党是谁啊 国民党不就是一个地主老财吗 一个一个的什么 买办阶级吗 一个一个的金融精英 现在讲的地产大亨 金融精英 这帮咱们说叫什么 就是资产阶级 垄断资产阶级 这帮人是垄断资源 但是他有的是办法 对付你们这帮普通老百姓 随便找个理由 就把血儿卖了 可以了 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了 就是资本家 你看中国房地产 有的是办法 就是资本家有的是办法 骗吗 中国老百姓能活吗 不能活呀 共产党给了老百姓一个机会 那共产党我们不支持他吗 当然支持他 所以他们台湾人就没经历过这种 中国的这个革命 他不理解 蔡任元不理解 就这帮人了讲的没错 没错 他们什么都没经历过 二战也没经历过 是这个解放人也没经历过 你可以把他们理解成幼儿园小孩 所以为什么咱们说 看他们就很幼稚 经历这话 他们什么都没经历过 当然幼稚了 就思维不能按照成年人那种思维看 你看我讲完这话 一定会应验 台湾人一定会表现 那个吃屎的那几位 是吧 国民党的 他已经表现出来了 妖门鬼都出来了 吃屎妖怪出来了 那天别叫炕 就说马英九直升时期 两岸围绕一个中国原则 坐下来好好谈 大陆也是 当时没有把台湾当局 就是等于是承认你的治权 承认你的治权 对吧 但两岸关系走到今天 再也要回到当年大陆承认你治权 没希望 为什么 大陆现在说平叛 镇压叛乱 这是基于现实 基于什么现实呢 基于台湾未来 是在中美未来 有可能在 如果中国收护台湾以后 中美要对抗的话 台湾是个前沿 我现在讲 讲严肃的 你打开地图看 台湾是中美对抗前沿 那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够 让台湾 比如香港那样 利用 不能像香港那样 香港什么 香港咱们回收 回归的时候 是给了香港一定的 一定的咱们说 因为毕竟什么 毕竟里边还有美资 还有英资 其实大多数 他们是大多数 港资实际就是英资 李嘉诚就是英国人买办 李嘉诚就是英国人买办 汇丰为什么只带他钱 房价一跌就借他钱 让他赶紧抄底 为什么 没有什么抄 都是各个垄断集团 各个政府的买办 那你看 当年为什么香港 咱们要搞这套制度 在台湾就绝不行 因为中美对抗前沿 我刚才讲了 为什么卢沙也说 解放战争 要继续 解放战争实际什么呢 实际是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 就土改 不是说你们台湾普通老百姓的房子 要收归国有 不是这意思 中国大陆土地 土地是收归国有 但是是什么 是70年产权 你可以买 70年产权 这意思 台湾一样 台湾现在的所有的逻辑在哪呢 就是这些地主阶级 大地主阶级 像蔡元文他们家 后续的地主阶级 实际就是国民党民进党的 这些根基 这些人 如果你不搞土改 你在中美对抗的前沿 台湾你放他在前沿 绝对没有好结果 没有好结果 中国必须要将台湾的土地国有化 国有化之后 就说跟大陆一样 对吧 你可以自己 这房产还是你的 对吧 但这个 比如说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制度啊 税收啊 重新建立 法力也是彻底重新建立 也就是说这个土地就不再是哪个家族的了 也就是台湾人 你们现在实际台湾人被几座大山压着 你可能自己都没感觉到 你们每天交的钱到谁手里 你自己都不知道 实际中国老百姓啊 其实大陆老百姓 经过那个时期以后 尤其上海人非常清楚 那时候被压迫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需要了解中国内战是为什么 中国为什么要把这些资产阶级轰走 这些买办阶级轰走 台湾大批买办 我就说二楼饭子嘛 大批的二楼饭子 中国要完成这个必然要将他们轰走 那么也就是说土地这个也不能够再搞香港那种 香港也不是私有制啊 英国就没有给香港私有制度 它土地就是租 租其长值 所以说台湾一样 台湾的土地一定要受贿 我可以告诉蔡正元 告诉赖叶谦等等这些台湾人 你们想耍什么呢 中国该抓谁抓谁什么还得审判 那都是小小的东西 真正的中央现在考虑的是 未来跟美国的长期的这种斗争 生产资料绝不能掌握在你们这些不可靠的台湾人手里 这个土地一定要受贿贝 我现在做这个节目 很多台湾人不理解 不理解不奇怪 你可以等到中国统一之后 你可以看中国共产党的做法 包括什么 包括你可以看一下 未来会不会像蔡正元这样的国民党 为什么 他们现在非常多的人 都是现在台湾的既得利益者 这些人有些人都土地的 他们是非常害怕的 既然谈到解放战争 我觉得他们非常清楚 中国解放战争最根本的就解决了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是公有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他们最爱法的 不管是蓝还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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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